星辰七点 永安镇的大草场 一群热爱运动的乐龄人士 用活力掀开美好的一天 这场地真的对我们正面鸡鸣 很好 我们真的是非常感恩感谢 至少这里怕很清洁 找到别的地方 我看到好像榨草乱生 所以我们真的非常感谢 政府给我们有这样好的 外面组给我们的草场很好 因为给我们一个地方去运动 我们每一个人都注重健康 所以很适合 公园的设备改善了很多 尤其是那些椅子和草场 也做得很干净 当太阳逐渐往另一端落下的时候 这个大草场的主角 换成了伸手矫健的年轻人 24岁的李再聪和黄佳瑶和往常一样准时到球场报到 夹在巴胜中路的李再聪 还特地开车来永安镇打球 我从那边过来这边打球 因为这边设备比较好一点 场地跟篮比较完整一点 对这群年轻人来说 这个篮球场是挥洒汗水 充满成长记忆的地方 我开始打球的时候 有些人我认识的时候 他还是小孩子 这样大概小朋友 大概整十岁左右 还是有些 even 九岁这样就来打球 然后到现在他们还是依然在打着球 就十多岁 还是看着他们这样子 从小小的到现在这样大大 打球都有进步了 篮球场上有年轻小伙子的回忆 而公园的立脚却有一家大小 共享天伦的温馨画面 其实操场并不是单单 给我们做运动而已 包括了它是作为一个 邻居交流的一个地方 特别是傍晚的时候 大家把小孩子带出来 游乐也好 运动也好 邻居就有一个场合 一个时间大家一起交流 对于促进牧林这方面 也起到非常具体的作用 这一幅幅和乐融融的景象 是在双溪槟榔周全区服务 超过十年的邓章青 费尽心力所希望看到的成果 创造和维持一个美丽家园 需要大家的努力 邓章青既和大家的力量 一起实现了这个梦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